今天我們呈現 排位秀長率只有0.4% 莫莫OP的人們身價 我將用黑魔法的掌控世界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玩洛莉翁 洛莉翁這英雄呢 目前的出場率只有0.4% 但是呢勝率是所有法師中的前三名 本身呢是一隻很強的英雄 強在什麼地方呢 單挑小團大團都很強 本身呢就是一隻迷你的金納 同時你有範圍傷害有吸血 只不過呢我們多了位移無敵 跟大範圍擊飛 不受任性影響的擊飛 自己抓到敵方人 先收泰克頭 然後演會將我們甲蟲離開 可惜是呢我們甲蟲還是倒下了 自己交個順利 我們先來看看備戰 出裝毀魔紋的部分 核心魔紋呢以前我們很喜歡帶 死亡詛咒 帶死亡詛咒呢前期單挑會更強一點 如果帶死亡守護的話呢 整體價值更高 建議帶護盾喔 奧義的話呢荒蜂精靈玷污 精靈跟庇佑呢看你喜歡 裝備的話呢核心就是惡魔微笑 還有聚魂爐 買出這兩件呢 你就是獲真駕駛的大魔王 在故事中呢洛里昂也是個大魔王喔 獲真駕駛的魔王 瑪洛斯跟安格列也是就是 只不過呢他們的頭銜好像是 僵巨呢還是什麼的 反正呢頭上有角的都是魔王 OK 上路再打起來 我們先把這個重兵推進去 再支援 反正呢已經來不及 喔 我們的勇出乎意料的強 抓著敵方哥德爾 先黏著他 撐一撐看有沒有隊友過來支援 我們還可以追喔 可是呢 不要冒險好了 不知道敵方的位置在哪邊 喔唷 這瓜哥還不錯 今天把他勾了回來喔 那省得我們追上去 追到呢刀鋒跟藍已經就定位了 剛剛如果我們飛過牆呢 可能就回不來 有去無回的單圖旅程 洛里昂呢基本超最好 稍微的熟練熟練 有一定的難度 但不是最難的 再來呢就是預判能力了 預判能夠的話呢 大招射得準 那你就是一隻好的洛里昂 小技巧呢就是要利用我們的回血 洛里昂呢前中期的換取能力非常的強 幾乎呢大部分人都可以換得贏 更不用說中路法師 中路的話呢 瑪迦可能會有點麻煩 如果是猥瑣的瑪迦一直躲起來射 像是其他呢 薩迦啊 盧蜜亞之類的 我們還是挺好打的 對上圖倫的話呢就是技術對決 如果呢不要被圖倫貼身 那一二技能命中的話 我們都可以打贏 如果暈眩命中的話呢 我們通常都會直接打贏喔 支援性也可以 比如我們綁邊先去支援 像是波蘇的敵方愛里 也可以往魔龍裡去支援 支援途中呢 或者回城途中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隨時穿牆 穿牆還有無敵 很多時候呢如果敵方呢打野空招 我們甚至遠地用二技能跟他炸 跟他換血 也是可以換贏 機制本身就不錯唷 之後呢職業賽呢 想必會有很多洛里昂的出現 而本身的身體強度呢 在魔防裝的削弱之後 也達到了一定的提升 敵方人比較多呢 我們就稍微小心一點 可以注意到呢 我們也沒有第一時間急著跑 畢竟呢我們有位移 心裡就比較有敵喔 快克呢抓到一隻 哥德爾 把幾飛帶走 這裡注意一下呢只有我跟快克 看其他隊友有沒有支援 先等一等 這裡隊友就定位 上去幫忙補傷害 把敵方刀鋒打成 帶走 斧就換敵方的斧跟野呢 那可是大鑽特鑽 找個零零 那敵方的射手呢 在他們買出三件四件裝之前 是怎麼打都打不贏我們的 以正常血量單挑來說 我們要做的呢很簡單 只是貼著他 讓二技能的墊去墊他 那他就會墊贏 我們稍微比較痛 而且還會回血 如果到了後期的話呢 我們就不能夠這麼冒險的 貼身去墊人 除非呢隊友有控制 或者呢敵方的血量比較低 確定呢我們可以先把敵方秒掉 再使用一二進場 否則的話呢 後期我們就以大招育能為主 暈到敵方兩三個人呢 越多人越好 就可以幫隊友打贏團戰 整體來說呢洛里昂的節奏 他是偏團戰法師 但是單挑又很強 有點OP吧 颯枷的話呢 完全就是偏單挑單抓 抓後排 定位稍微不一樣 洛里昂的話呢 則不是抓後排這麼簡單 大家誰都抓 辛苦了我們的夸克 剛剛其實吸得不錯唷 OK 收敵方了 目前呢逐漸的拉打換血 換下來呢敵方倒了三個人 慢慢的賺那就是有賺 先等一等 優先退塔 有個刀鋒衝了過來 送他一個擊飛 帶著刀鋒 這邊沒兵線呢 我們先回家補點血 再說 這我們大招也要轉好了 有大招呢可以嘗試找人單挑 上面注意到我們緋淚呢 找到敵方三隻英雄 我們看情況要支援誰唷 下面有埃里 成功拔了他 這邊呢敵方沒有凱撒的視野 其實呢我們是可以嘗試吃的 我們射手往下路走呢 就不要跟他搶了 先做好中路視野 等一等 OK 敵方露頭了 在下面兩隻 刀鋒剛復活 如果藍沒東西吃呢 他就會往紅走喔 最後果然還在紅出現了 找了個藍 藍開了個大 但是開完打也跑不掉了 帶走藍 刀鋒在上路露頭 這時候就是吃凱撒的實技 我們等一等甲蟲喔 沒甲蟲也吃不了 刀鋒這時候呢應該會 到中路這 我們大招還有七秒 順帶一提啊 我們跟刀鋒單挑也是不怕的 主要是呢 我們心態要夠穩喔 心態夠穩大招別空 就能夠打贏 抓刀鋒 等一等 旁邊沒有其他人呢可惜了點 OK 這邊呢我們先找機會 看能不能刷到敵方一隻英雄 創造多打少了呢再來推塔 會比較好推 同時呢我們的天空巨龍在上路 也在實際待發 抓到個空檔喔 這邊利用了個 零雙寶珠 所有敵方哥德 他們的刀鋒也已經殘 那洛里昂可以回血喔 取回在身上的時候呢 多少可以回一點 等一等呢等一等 天空巨龍再來著 傷害差一點我們大招快要轉好 OK已經轉好了 這裡雖然被敵方藍暈到呢 但也成功逼走敵方 射手的瞬移 那待會他就沒剩意了 而我們大招呢只要在13秒 天空巨龍稍微保護一下 這時候呢中路還在推 往前去補輸出 就是我們說的呢 確定敵方被空 或者呢血量不足的時候在進場 那怎麼覺得呢 我們的技能組有點像金娜唷 乾脆呢把金娜重置落里昂 那不就可以省一個英雄 而且呢我們有控制 有無敵有位移 有機動性 技能呢更加使用 最後呢穩張溫達 推敵方主堡 結束遊戲 以上呢我們帶來本版本 默默OP的冷門神角 洛里昂 目前出場率不高 但勝率非常高 之後呢應該只會更強 如果不被官方砍一刀的話 那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喜歡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